大陆车用芯片荒Q4孔加剧 当前芯片供应紧张 已成为中外车企头疼问题 国际投行瑞银8日表示 因预料中国汽车行业的芯片短缺现象 将在第四季加剧 该行因此调降2021年全球汽车产量预测 从8、470万辆为期 680万辆 这较第二季预测大减约790万辆 瑞银表示 中国为全球汽车制造重地 其生产受到干扰 将拖累全球产量 该行估计在第三季淡季的全球分配上 芯片缺口导致月产量减少10万至20万辆 到了第四季旺季 影响可能轻易就会达到20万至40万辆 2021年全球汽车销量估值调整为8 150万辆 该数据第二季时为8 570万辆 减少420万辆